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法国嘎那 电影节开幕之夜通过视频现身 就战争中电影制作的重要性发表演讲 20世纪最惨暴的独裁者喜欢电影 泽伦斯基说 并补充说 大多数关于这些独裁者的电影都是 可怕的纪录片和新闻片 2月24日 俄罗斯开始对乌克兰发动大规模战争 目的是进一步深入欧洲 每天都有数百人死亡 他继续说道 电影会保持沉默 还是会谈论他 如果有独裁者 如果有自由战争 这一切都取决于我们的团结 电影能远离这种团结吗 我们需要一个新的查理卓别林 他将证明 在我们这个时代 电影不是沉默的 在基辅的现场通话中 他引用了卓别林的大独裁者 他继续说 电影必须不要沉默 我对所有听到我的人说 不要绝望 仇恨最终会消失 独裁者会死 我们必须赢得这场胜利 我们需要电影 来确保这一结局 总是站在自由一边 我确信独裁者会失败 我们将赢得这场战争 荣耀归于乌克兰 在进入政界之前 泽连司机是一名演员和喜剧演员